陈时中就说如果做得好的话呢 会两个场所先考虑 一个呢就是餐厅 一个就是夜市可以先行先解封 可是夜市先为解封的部分 明明台北市就已经在做啦 台北市已经先跑啦 那你说到这其实当时设筛检站 也是台北先设 当时停班停课也是台北先停 那你说夜市要先为解封 也是台北市先解 所以我要讲的是 那就科批来当指挥 指挥官就好啦对不对 那你要以陈时中干嘛呢 所以现在陈时中是虚伪指挥官是不是 你讲这样子 等一下可可姐不占馆长就来占你 不是我赞成为解封啦 今天其实我在我自己直播里面 也跟朋友做民调 然后其实我觉得都没错 然后呢其实反对的也不少 那我觉得也没有错 但是我支持的原因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 现在我们到底在防疫这样 拖到7月12号 然后到时候如果再延两个礼拜 我们到底目标是什么 今天你在国外已经示范好多次了 关于关于警戒关于封城 就是很快的封起来 大规模筛减 这个邱氏长也讲过很多次 筛一次不够筛两次 大规模筛完之后没事了解封 就这样子啊 人家都是信仰把这个封城的时间 高强度管制的时间缩短 这个范围缩小 然后呢做精准的这个这样子的封锁 结果我们不是啊 我们是全岛2350万人 漫无目的的这样子一直封下去 你的目标是什么呢 你的目标是 我要跟我要撑到 台湾的疫苗施打率 达到百分之二十的时候解封吗 是吗 这是目标吗 或者是说我要确定清零 但现在清零有意义吗 有这么多潜在感染者在社区里面 今天清零 明天清零 后天清零 大后天可能出来 出来三个五个 那怎么办呢 那要再封起来吗 所以我们指挥中心 是不是 现在已经乱了正脚 自己不知道自己 现在走到哪一步去了 那你不做决定 你也不定目标 那人民要自救 地方县市要自救 我觉得对啊 刚刚千惠讲的 当时那时候 普筛仔还会被全台 全台湾围剿的时候 还被侧翼粉砖在围剿的时候 那时候柯文哲就做了 我就这么做了 后来证明这是对的 我现在也觉得 韦解封这件事情 终究我们要自己 帮自己找出路 就是因为我们面对 这么蛮行的中央 我们自己 县市政府 跟我们人民自己 开始做起来 说实在的 现在连续几天 台北市跟新北市 一个四十万 四百万人口 一个两百多万人口的城市里面 只有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染疫 这个比例真的很低了 这很低了 于是乎这些夜市 原本你也没有说 他不能营业 后来他是自主的 这个暂时停止营业 现在恢复了 还把这个比例 只降到四分之一 然后每摊 这个以这个宁夏夜市来说吧 两百多摊 他只有四十几摊可以营业 那个距离大大很开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不可以呢 总统也叫我们 要买外带啊 要买外送啊 然后让这些商家活下去啊 结果你都不让人家开 那我去哪里买呢 所以这些事情 从逻辑上来说 我觉得未尝不可了 那我们自己民众 其实也有一些认知啊 就是 现在夜市 是因为很多人的生计受到威胁了 他开 在这个时间点 也许还不是让我们 把它当成观光夜市 去那边 这个除了吃喝之外 还去玩乐 去长时间的逗留 长时间的群聚 而是 这些吃的摊位 这些吃的商家开了 我们就去买外送 买外带 然后呢 帮助他们 给他们这个现金流 让他们的生计能够获得保障 买了就走 等到疫情再安全一点的时候 也许在夜市上面 原本那些娱乐啊 什么打 这个射飞镖啊 打枪的啊 然后呢捞鱼的 这些都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回复到 这个疫情前的生活 所以我觉得 在这件事情上面 其实我是支持的 那当然风险署长 一定比我更了解 那这个我就不多说 只是我觉得从政治上面 地方政府在帮百姓找出路 那一般民众 我们其实可以协助这些商家 因为我们终究希望 在这一波疫情过去之后 我们能够尽可能的 回到这个疫情前的生活 而不是说当这个 这个病毒 病毒好像 好像这个被疫苗控制啊 或是什么样 疫情稍微缓和的时候 发现我转角 最喜欢去那家咖啡店 已经不在营业了 我最喜欢吃的小吃蛋 已经收掉了 当我们抗疫成功了 然后人都死光了 人都饿死了 这样还有什么意思呢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在生计跟生命当中 取一个平衡点 那我们也要很认真的呼吁中央 我知道民进党政府 过去一贯的手法就是 如果先看你做 我先准备好一大堆酸言酸语 跟所有那些恶意的攻击 准备好看你做 如果看起来好像有成功 我马上跳出来收割 我现在宣布大家一起跟上 那如果一点点有变故的话 马上就开始对你进行攻击 他一定在这样看 那我们可以做 可以做双北市长他们的后盾 我们自爱 我们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呢在夜市 在一些商家 我们做好防疫措施 去对他们消费 我们一起撑过去 对署长 微解封怎么解 那微解封可以有多微 就是那个 对这个完全都是台湾版的啦 台湾版 第一个就是其实 防疫就只有两种 一种是零 就是模续防疫 另外一种就是一 你只要还有一个病例 你没有清零 没有吃归零膏 那就是驻地狱的那佛系防疫 那我们台湾就是 根本没有吃归零膏啊 但是都在幻想零啦 那所以呢就是在佛系当中 然后要来问说什么样 可以安全的来解封 事实上是没有所谓安全这件事 他绝对是溜溜球效应 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大家还是一定会解掉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闷到受不了 那台湾呢 其实不但是没有一个 全面清零的政策 而且我们一直在讲的时候 其实本来我是很希望台湾 可以做分区的解封 要化绿区 可以指挥中心没有去处理 他没有把台湾依照生活圈 比如说南台湾 东台湾 有没有可以一个 比如说划分成三区或四区的方式 他其实没去做 划分生活圈的话要怎么样呢 就是大家要有健康嘛 然后要去做交通的管理 这个健康嘛里面要包括你的 打疫苗的状态 还有最近有没有做过检验 还有你的足迹 可是因为没有走 所以没办法 好的 而且我们又一直说同岛一命 然后大家现在已经闷到受不了 所以基本上他一定会解的 但是理论上要解 应该是依照我们三级警戒的这个标准 那回来的时候一般是你达到这个标准 而且两个礼拜 也就是至少一个潜伏期的时间 都稳定然后来解 可是我也认为台湾是不可能出到这样 因为我们三级警戒 是一天呢 这种不明感染来源 不明感染来源 你不能够写什么万华 万华旅游史或双北不行 那都不算哦 你要知道谁传给他 这不知道谁传给他这一种 一天要少于10个 那照理说应该要有14天 台湾也不可能这样 所以一定要违解风 那违解风 你就不能从最危险的地方开始 你要从安全的地方开始 最危险的地方是哪里 室内的密闭场所 大型的人多 或者不戴口罩的 好 那他现在讲的地方就是这样嘛 就餐厅 你如果在那边用餐 那就是没有戴口罩的 而且你会在那边吃 会有一段 一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是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是错的 但是他继续外带 但是他户外的公共空间 还有风险比较低 像做头发虽然一小时 但是他人比较少 而且你可以戴口罩 所以有一些风险是中等的 或者是风险低的 可以开始来解 户外的一些空间跟活动 他可以来开放 你去厌室外带 旁边有一些户外的空间 那你去管理那个群聚的人数 那这样的是可以维解 但是不论怎么解 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解决 就是7月底有一些大型的 这个考试 这些考试 都是室内群聚长时间 所以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指挥中心要去面对的 事实上是这个问题 而且大部分的人 都还没有打疫苗